HELLO,到了一心二用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沒有真頻實據 沒有懷疑別人的故事 先跟大家說一個 故事發生似乎是三國時候 但這個故事通常都是小說家創作懷疑居多 明朝時有一本書叫三國演義 當中特地加插了一幕 就是曹操個人疑心很重的情節 話說他有個傑義兄弟叫呂白車 曹操就跟陳公走爛走到別人家家 呂白車對他很好 整家的時候湯珠自己親自出去買酒 三國演義家插一段寫得很壞 他聽到他們家時磨刀霍霍的聲音 他就覺得是否要對我不住呢 是否要殺我呢 於是他就先下手為強殺了整家 然後走的時候才發現死呀殺錯癮了 他真是湯珠給他吃 沿路時還要撞到呂白車 他真的拿著酒回來 想跟這個傑義兄弟喝杯 曹操既然是這樣 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他 這個故事中他還說了一句 他就是靈教我負天下人 憂教天下人負我 這個故事中就是曹操是無根無據 或者他有根有根就是磨刀的聲音 他就是懷疑他傑義兄弟 而心寵的故事 同一時間跟大家說到一個故事 就是北周的時候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叫做柳慶 柳慶這個人有什麼特別呢 柳慶這個人當時做個官 話說一次的時候 就有個商人拿著20斤黃金 去到北京京城的時候做生意 京城做生意的時候 他帶著20斤黃金 調時跟隨他 但就不見了 房門的時候調時跟隨他 出去有鎖 不逆而非 他就在懷疑不知是誰 他就懷疑有客棧的老闆 偷了他的20斤黃金 後來的時候就嚴刑敲打 問後來老闆認了 這件事柳慶聽到 我覺得不是老闆做的 於是他就問他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這條事是否跟你的 永遠都說是 你房間有沒有跟人同宿 沒有 你有沒有跟人喝過酒 他就說有 他跟一個真人喝過酒 喝到醉了 去到第二天早上做 他就覺得柳慶說 應該是個真人偷 就不是這個老闆偷 老闆是因為嚴刑敲打下 他才承認是他偷 但是真實應該是個真人偷 結果後來追查 就發現找回黃金 是怪錯了好人的 兩個故事都跟大家說 雖然一個是小說創作 但挺典型的曹操例子 做人做事都要有根有據 不要亂懷疑人家 因為私心重懷疑人家 有機會是屈打成招 有機會是冤枉 甚至殺錯良民 今天這一集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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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